前些天,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位战友,在打听解放军话报社摄影记者车夫的消息,车夫这个名字好熟悉啊,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,我急切的询问,结果,让我感到伤心的是,朋友告诉我车夫,早在多年前就去世了,我第一次见到车夫记者,是在1985年的云南老山前线。 当时我在轮战部队1380野站担任外科医生,也是当年部队在前线唯一的女外科医生,我在救护商员的工作中,遇到了正在前线采访的解放军话报社摄影记者车夫,是他给我拍摄了许多战地照片,给我留下了珍贵的纪念。 由于战士匆忙,我没有留下车夫的联系方式,但当时的情景记忆流行,多年来,当年的老照片,我一直像宝贝一样珍藏着。 我把这些照片分享给大家,是对车夫老师的怀念,也是对那段蓝王青春年华的纪念。 图著,1985年8月,王小华左,与正在前线采访,的解放军话报社摄影记者车夫,又,落飞中,在1380野站。 图著,王小华军依前所,和副营院站助理后中,于1985年8月在413团防御阵地寻整摄影,车夫。 图著,王小华又在前线猫尔洞寻整时与战士交谈摄影,车夫。 图著,王小华又一与关星辰院长,又二在前线寻整摄影,车夫。 以下照片是1985年车夫记者,在前线为我拍摄的战地影像。 青春已是,方华有助,向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致敬,感谢车夫记者,感谢所有为我们留下了难忘回忆的人们。 战地女护士日记,原载于1986年前未报,1985年5月30日情,做了一天手术。 真有点累了,我刚坐在方登上,擦了一把汗,可是外面一阵渲染,又抬了一个伤员,我喝口水,又走进了手术室。 伤员的左臀部溅入一块大蛋片,去立即手术取出。 蛋片钻得很深,手术很困难,坐着坐着。 我突然想到伤员可能很疼,下意识地看了一下伤员的脸,不看得已,一看吓了一跳。 他是怎么了? 闭着双眼,一动不动,难道是休克了吗? 休克的伤员是不能手术的。 我赶紧扎过护士测血压,血压正常。 于是,我大声喊他,好不容易喊得他睁开了眼睛。 我问他,你疼吗? 不疼,就是困。 想睡觉,我们已经三天三夜没睡了。 说完他又睡了,手术继续进行,我尽量放轻动作,好让伤员睡得平稳一些。 但不可避免的疼痛,还是使他大汗淋漓。 令人惊讶的是,即使如此,他依旧沉睡梦想,这种情况在生理和医学上似乎是解释不通的。 手术在进行中,我却一点也感觉不到累了。 图住,王小华祖,正在给一个伤员惊喜伤口,而后做截肢手术。 1986年2月11日一,今天是儿子刘周遜生日,以往每年儿子过生日时,我都要给他买个大生日蛋糕。 儿子围在蛋糕堂,拍着小手笑呀,跳呀,那心患的臭紧之间留在我的记忆中,儿子现在一定看着他的妈妈给他买回生日蛋糕吧。 此刻,他一定一遍又一遍地问老老,妈妈怎么还不回来? 妈妈给我买啥样的蛋糕? 亲爱的儿子,你能原谅妈妈吗? 不是妈妈心狠把你忘记,而是前方富商的叔叔更需要妈妈的照顾,他们为了祖宫,为了我们生活得更美好。 英勇战斗,荒荣富商,妈妈此时此刻,正守护在他们身旁。 替他们上市,等了他们上市治愈,重返前线,当妈妈的,心里该是多么的高兴,因为,一个当医生的,有什么能比今夜看到自己治好的病人走上战斗更为更高兴呢? 亲爱的儿子,等明年你到七周岁生日时,妈妈一定给你买个特大的生日蛋糕,以补充今年的遗憾。 1986年3月6日情,傅颖出差回来了,他特意到我家里,看了我的爸爸妈妈和儿子。 他告诉我,儿子长高了,长胖了,更使我高兴的是儿子还经常点着我们。 有一段时间,因为工作紧张,我和参战的爱人给家里写信很少,儿子很着急,一个劲地问姥姥,我妈妈还活着吗? 姥姥说,还活着,她又说,活着怎么不来信,是不是打死了? 儿子的话吧,我妈说的直掉泪,我听了心里更不是滋味。 参战前母子离别的情景,又一次在跟前浮现出来,妈妈,我不让你去打仗,要是把你打死了,我就没有妈妈了。 孩子知道我们要去打仗的消息后,常常抱着我这样说,孩子只有五岁,但心里什么都明白,我真担心高走的那天怎么办? 过了一段日子,那一天终于来到了,可是儿子却表现得那么懂事儿,一清早就跟小朋友告别,说,到车站去送妈妈爸爸。 在火车站上,她既没哭,也没有闹,火车一开,只是招着手喊,爸爸妈妈再见,快点打完仗,快点来接我。 我不敢开口,让泪水一个叫的从脸上流下来,只是一个叫的招手,人都说军人的妻子难当,可谁知,身为军人,身为军人的妻子,身为母亲的军人,此时该有多难啊。 亲爱的儿子,妈妈感谢你,王小华,寻者猫耳洞,继老山前县女军医王小华,原在于1986年解放军报,饶洪桥。 老山前县某部一位小战士,在战地给父母亲写了这样一封信,亲爱的爸爸,妈妈,以后我可能再次负伤,但负伤,我也不怕了,你有我一个好姐姐,这个好姐姐就是军医王小华,她是一个六岁孩子的母亲,她到前县的第三天,战斗打响了,不断有伤员送来,王小华在手术台前一战就是两天一夜。 战斗不激烈时,外科手术不多,她知道一线阵地上的猫耳洞里,有许多战士在带并坚守。 决心去前沿寻试,去那里要经过一段叫生死线的暴露地段,扬长小道,扑斗路滑,还有烫地雷的危险,领导不同意她上去。 她说,战士下来就准,下了一个只能治一个,我们上去一个能治好很多个,这有什么不好? 她和女医束缚引上前沿震的了,煮着拐滚,背着药箱。 猫耳洞里的纸价员们听说军医们要来,高兴极了,但没想到是女医生。 她们是第一次在前沿阵地上见到女同志,都吃了一惊。 勇敢的女同志,猫耳洞里的常见病是皮肤病,风湿病。 不少战士烂了当,战士们觉得难为情,只要咬,不让看病。 王小华亲切地说,我是你们的大姐姐,怕什么,不看病怎么治病呀? 就这样,她们一个个猫耳洞寻枕,指战员们敬佩她们,感谢她们,争着为她们开自己舍不得吃的罐头。 王小华冒着生命危险,去了好多危险的阵地,挨个猫耳洞转了整整两天,猫耳洞里战友们给她拍下了一张张珍贵的照片。 由于她和傅颖同志记猫耳洞,指战员们创作了一副对联二,枪声炮声战斗歌声声声入耳,男兵女兵所有打兵,兵可爱。 战地是一个特殊的场所,很多战友要从这里重返一线,把第二次生命交给祖国。 很多战友要在这病床上,回顾刚过去的那悲壮的一幕,思索人生和未来,王小华深深的懂得这一点。 他总是以极大的热忱去鼓舞她们,激励她们,以及信心周到的服务去温暖她们,感染她们,很多伤病后都把她当作大姐姐。 有个战士出院时对王小华说,王医生,让我叫你爸姐吧,上去后,我一定要打出个模样来。 图著,王小华在马里扑巴交瓶救护所的掌棚手术室外流营,车夫简介车夫,1946年出生辽宁省丹东市。 2008年因病一直无效,于4月4月12时40分在北京逝世,享年62岁。 车夫同志为解放军画报社记者不高级记者。 大校军前,1964年入,在部队团、师、军,从事专职摄影工作。 1971年起任解放军画报摄影记者,1980年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。 系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,享受政府特殊津贴。 车夫同志热爱生活,热爱部队,热爱知识摄影工作。 他长期兼职深入基层连队,深入边防海岛,生活根底深厚,有丰富的摄影实践经验。 他曾六次穿越大小新安岭,八次闯入西藏高原,十一次登上的西沙群岛,拍摄了大量深刻反映部队生活的优秀作品。 他以敏锐的政治观察力,时刻关注国家和军队的重大事件,多次参加边境自卫环机,作战的战地采访。 在战火硝烟中守身望我,拍摄了大量珍贵摄影作品和军事资料,受到总政家奖,王小华,吉林省长春世人,1954年6月升。 1969年3月入伍,历任46军军职卫生所谓申员,沈阳军区军医学校学员,1380军医,上海同济大学外科主治,2009年退休,在部队从事医务工作,对战事满腔热情,对技术精一求精,爱港敬业,服务基层联队,深入海边防送医送药,开展庸正爱民活动,参加医疗队, 到边远山区农村,指导计划生育工作,成绩突出,荣丽三等功一次。 1985年,在老山前现夜扎外科做占地就职工作,作为占地唯一女外科医生,发扬革命英雄主义,冒着炮火硝烟,连续给伤病员做手术。 几次大的进攻作战中,一直奔战在已写,并多次赴前沿阵地猫耳洞为给战士诊治伤病,还经常为边境地区老百姓出手看病。 参战部队给他的立功喜报写着,王小华同志,在老山地区保卫边站战斗中,英勇蛮强,机智灵活。 荣丽二等功一次,图住,王小华的二等功喜报,成立,留进胡凯大葫芦亚南,英雄旗帜发布,英雄旗帜,崇尚英雄,汉累英雄,学习英雄,关爱英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